75秒極速診症 醫生開30顆藍精靈 藍精靈是危險藥物 是一些可以安眠的藥物 以及會有機會上人 如果長期服飾 有人會用來混合白粉 混合其他藥物 或者一些毒品 令到有皮皮炎的感覺 有幻覺的感覺就會加強 我們收到讀者投訴 這種危險藥物 在沙田一間診所 要買幾乎沒有難度 有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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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吃多少 一粒 一粒 半年 半年 我給你30顆藥物 好 由第一個說話 到等給錢拿藥物 整個過程只有1分15秒 就是這樣 30顆一個月劑量的藥精靈 就從周醫生到手到拿來 第一次來看病 我們在醫學界 是不會建議給 整個兩個月的安眠藥 主動提出幾顆 這種是買賣 又罵他 將成本每顆幾元的藥精靈 買到30多元是茅水玻璃 又說他連圖章都弄了 看得出他慣性處方這個藥物 不是很適當的做法 我相信 他說十年 那個病人都好像沒有說到 是他問 接著那個病人才說是 根據醫委會致印 醫生處方危險日物 都要查清楚病歷 還要提供輔導 但增繁光說 周醫生未有根足致印 我們還發現 身為一間醫務中心董事兼主席的周醫生 是一間上市公司的獨立非執董 身家還好後下專炒貴格樓